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张兰也是感叹,可怜天下父母心。张兰虽然身宽体胖,但是仍旧是很耐力地跳着舞蹈,身体有点笨重,却依然保持着微笑。 不少网友们表示,虽然是喜庆的歌曲,但是张兰在这里跳舞的时候,真的有点略显心酸。 因为偌大的餐厅里面空无一人,只有一些厨师和服务员,生意惨淡。 其实这已经不是张兰第一次为儿子的生意加油做宣传,之前还晒出各种菜品,与姐妹亲自到店里品尝菜色等等,可以说真的超级用心。 可以说为了扶持儿子,张兰做了各种尝试,能做的事情大概也都做了。 前段时间张兰还在街头打鼓吸引路人为新餐厅做宣传,丝毫不像是一个女企业家。 尤其是在惹上官司之后,张兰本身的状态也是不太好。 据媒体报道张兰因为藐视法庭被判刑,随后汪小飞和张兰都出来辟谣并且表示自己问心无愧。 但是网友们仍旧表示苍蝇,布丁无缝带,想必具体是什么情况,只有张兰自己知道吧。 其实前段时间张兰因为身体原因还入院,在直播的过程中不断地哭泣十分伤心,表示自己这些年都是靠自己打拼。 问心无愧,不希望有些人兼计得逞。 目前汪小飞和张兰都是一心地投入到自己的新餐厅事业上。 不过汪小飞的事业也是旅船经营不善,还表示不仅餐厅和酒店生意惨淡,就连投资都是亏损很多。 这一次看到新餐厅寥寥无几的客人,粉丝们也是为她捏了一把汗。 毕竟有妈妈张兰打下的江山,汪小飞自己的压力还是很大的。 张兰亲自上阵跳舞,为儿子汪小飞餐厅揽客。 偌大餐厅,空无一人闲冷静。 我们也希望张兰的事情,能够早日有个结果。 海清白者,已清白。 And,她走了她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